农友所种植的瓜类如果长期遭受到光线的照射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收成 根据泰山乡大科李长表示 可能是跟五阳高架桥的光线照射有所关联性 究竟怎么一回事来看我们的报道 五阳高架通车后桥上路灯到晚上时就会开启 李长表示在路灯长期照射下 造成桥下沿线农友种植的瓜类 雄花不易花芽分化 导致不会结果便请托立委吴玉生服务处协助 希望可以改善农友的问题 今天来会看的主要问题就是说 五阳高做下去以后 路灯因为太高了 然后灯太亮了 造成我们底下的农作物成长 没办法成长 尤其是瓜类的部分 丝瓜没办法长成 连开花都不行 所以说这一次就请那个什么 吴玉生立委这边帮助我们 那请那个高工级来这边做一个怎么处理的情况 大颗里的民众就是来反应 透过我们那个大颗里的里长来向我们服务处来反应 就是说五阳高架道路在完工之后 它的路灯长期的那个照射 照射的能量非常的强 导致大颗里沿线的 有一些民众他在种植那个冬瓜 丝瓜都受到没有办法结果的一个情形 一行人前往农田查看确实发现瓜类植物并未结果 高工局同意先请里长调查哪些路段有民众在种植 届时将会把该路段路灯加装遮罩以避免作物受到照射 现在我请高工局协助来处理 就是高工局目前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是把上面的路灯 每一个路灯都加上灯灶 这样子就不会照射到相关的瓜类植物 高工局将在近期内紧速施工改善 以还给民众一个良好的种植环境 让瓜类避免长期遭受光线照射 能够顺利成长结果 永迦勒记者泰山采访报道